編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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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先跟大家稍要解釋一下 什麼是Operator 那其實這件事情你們從以前就知道了 只是沒有人這樣跟你講而已 所以operator就是所谓的运算子 基本上operator就好像是一台自动贩卖机 所以它是map one thing into another 所以只要是把任何一个东西 map到另外一个东西的东西 其实就叫operator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今天有个函数叫做exponential x 它很明显的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operator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函数画出来 比如说这是x 这是f 如果把它画出来之后呢 你发现它长这个样子 函数之所以可以这样画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今天给它一个x 它就给你一个什么 它就给你一个值 所以在这一边 它事实上map this one thing is a number into another thing that's also a number 所以这个是你们最常最常碰到的case 就是把一个number 那变成另外一个number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函数 in general它事实上也是operator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边要讲linear operator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metric本身就是一个linear operator 所以我们现在来定义什么是linear operator 所以我们现在来定义什么是linear operator 所以我们现在来定义什么是linear operator b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把a乘上一个常数k倍之后 你作用完之后的结果 事实刚好就等于你作用在a上面 再乘上k倍 所以这是一整节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在于当一个operation 作用在a加b上面 事实上是等于作用在a的结果 再加上作用在b上面的结果 那在物理的equation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有这些特性 linear operator翻译成你们如果以后 或者说你们曾经学过 就是线星叠加原理其实就是长这样 比如说光的振幅它就有这样一个特性 那如果你在电机系或是在光电阻的话 你学到nonlinear optics 你事实上就是希望说 你今天进来的source跟出来 不是这样一个linear的比例 它可以被放大或缩小 所以可以做一些功能性 所以linear operator有它的好处 linear operator的好处是 它拿来做所有的计算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还有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是它太无聊了 OK 就是there's no surprises here basically 所以我举一个反例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函数 它是个operator 如果你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去看一个东西 这个函数叫ax加b 那我想其实你应该很容易的可以去证明 fx1加上fx2 事实上就等于fx1加上fx2 OK so this is obvious 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函数 所以你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linear operator but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今天取另外一个函数 也不用到很难 x平方 OK 那x平方的话你自己可以convince yourself 如果你今天譬如说把它写成f2x 那它就等于2x的平方 它事实上并不等于两倍的fx 所以basically this is not a linear operator 所以linear operator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说 它这么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适用这样 然后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看differential operator 所以你现在可以去看微分算符 微分算符事实上它也是个operator 为什么 它其实只是把一个函数怎样 印射成什么 另外一个函数 right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 所以一个在这边函数的话 是把一个number印成另外一个number 可是differential operator 它把一个function map到什么 map到另外一个function right 所以这个就更有趣了 那differential operator呢 是非常出名的 linear operator 为什么 因为你当然可以很快乐地convince你自己 如果你当初是带两个函数进去的话 它当然等于什么 等于个别的函数为分这样 so again differential operator is in fact a linear operator 好 所以我们举了一堆trivial的例子 哪一个 good 好 谢谢 所以呢 我们举了这些比较简单的例子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反过来去看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个矩阵的时候呢 矩阵满不满足linear operator的特性 所以你今天可以反过来看 就是我们的矩阵 作用在一个r1加上r2上面的话 根据矩阵的乘法 你会发现它就跟矩阵作用在r1 再加上矩阵作用在r2上面 是一样的 so basically all matrices are linear operators 那因为所有的matrix 事实上都是linear operator 所以这中间的怠数 有时候就会被叫做linear algebra 就是线性怠数 是这个原因这样 那我们在讲矩阵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rotation 所以如果你一旦可以convince你自己 matrix事实上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去问说 how can I write down rotation matrix 那这个其实上次我已经用几何方法跟大家讲过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要用更简洁的方法 跟大家重新再讲一次 就是你怎么样去抓出所谓rotation matrix 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意涵 所以你今天可以去想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矩阵 ok 你追用在某一个r上面 它就变成rprunt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简单起见 画在二维上面的话 这一个matrix 事实上呢 把r映射到rprunt来 那你怎么去直接求出m要有哪一个特性 那你的常识其实告诉你什么事 告诉你向量的长度其实应该是不变的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向量旋转之后 事实上它长度不会改变 那向量的长度怎么算呢 那你就算长度的平方 所以你大概会猜想 这一个 dot这一个 应该是相等的 或者是你把内积写出来的话 它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应该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 可是这个式子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的写法 你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我们学过transport 所以x'平方加上y'平方 事实上可以被想成是 x'y'的这一个row vector 跟x'y'的这一个column vector 写在一起 Right 可是这一个我们知道 怎么把它写开来 这一个其实就是 m再乘上xy Right 那一个column vector 你只要做transport 它就变成row vector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个 做transport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 xymtransport OK 然后你现在希望什么 你现在希望的是 这一个乘开来会是多少 是x'y' 然后你如果把它乘开 这就是x'平方 加上y'平方 那你知道 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一个 可是你希望 这个东西最后是什么 所以你从你的直觉 可以直接推出一个 非常漂亮的结论 就是你会希望mtransport乘上m就等于mmtransport就等于identity matrix 所以这个是你从rotation得到的inspiration 对不对 所以我再repeat一次logic 这个logic是说 我们本来在几何上面 我可以把rotation matrix直接写下来 那二维你可以这样写 三维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这样 OK 四维就会更困难 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稍稍往后退一步去问 在整个旋转的过程里面 什么是不变的 在整个旋转的过程里面 向量长度是不变的 从向量长度是不变的 你可以直接推导出来 那一个运算值 就是那一个矩阵 必须满足mtransport乘上m 就等于m乘上mtransport 就等于identity matrix 那因为这些矩阵 它最后会变得非常的有用 所以只要是满足那个红色框框里面的关系式 我们就把这一些matrix叫做orthogonal matrix 那其实你以后可能慢慢会发现 就是学数学跟学物理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命名的 往往你可以学到很多 你会发现说奇怪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讲rotation吗 既然是rotation 然后我最后得到这个constraint 然后这个constraint如果是对的话 那不是应该直接叫它 rotation matrix就好了 为什么叫orthogonal matrix 那很显然就是它并不只包含 rotation matrix OK 也就是并没 并不是只有rotation 会让向量的长度不变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action会让向量的长度不变 嗯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着一下 所以我们从转动就得到这样一个 general的definition for orthogonal matrix 那orthogon matrix它最好玩的特性就是 一个orthogon matrix的inverse 事实上就等于transport 你可以从那一个式子可以直接看得到 这个是完全equivalent的statement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orthogon matrix它非常非常好用 一般我们求一个矩阵的inverse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的 你要把它determinant先算出来 which sometimes is already difficult 把它算完之后呢 你要把每一个东西的cofector算出来 right 那个本身是什么 是n平方个n-1阶的行列式 所以你把它全部都算完之后 可能你就挂了这样 或者是有时候你就算不出来 可是呢 做transport是非常简单的 做transport只是把矩阵重操而已 只是行操成列 列操成行而已 所以orthogon matrix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性 就是我给你一个orthogon matrix 它的inverse是什么 你就把它取transport就好了 因为那个就告诉你mtransport就是等于minverse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台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rotational matrix rθ 它是等于cosθ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我把它的transport写出来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它看起来几乎没变对不对 因为这很简单 因为这是二乘二的矩阵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今天把rrtransport写出来的话 第一列第一行事实上刚好是cos平方加上sin平方 right 第一列第二行的话刚好是cos sin减掉sin cos and same thing there 所以你最后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个 1 0 0 1 也就是一个identity matrix 所以其实这个是rotational matrix里面隐含的一个特性 那你好好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做transport就是自己的inverse的话 你干嘛没事把它取名叫orthogonal 那如果你英文很烂的话 其实这个就不会bother你 这是好处这样 orthogonal是什么意思 什么 其实orthogonal matrix的正确取名方法应该只有orthonormal matrix才对 不过orthogonal is good enough orthogonal是什么意思 垂直嘛 对不对 问你说正交也可以这样 那一个矩阵叫垂直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写下一个向量 说这个向量比如说是234这样一个向量 我说这个向量是垂直 这句话有意义吗 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对 你今天不能说一个向量是垂直的 那是什么意思 垂直是between的东西对不对 垂直需要两个什么受体这样 所以你只能说A跟B垂直B跟A垂直这样 或者是A跟B垂直B跟C垂直 可是A跟C不一定垂直 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A是垂直的 可是这句话翻译成直接的中文 不就是说我今天有个垂直的矩阵 就是矩阵是垂直 这句话 这就make sense 它是什么意思 是指这个矩阵跟另外一个矩阵垂直吗 可是那你就应该是说 metricA跟metricB垂直才对 right 你怎么会说这一个矩阵是垂直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就是为什么一个矩阵 可以被叫做是垂直的 ok 所以现在漂亮的地方是 我们今天来看 因为我已经算过RRtransport 我们再倒过来算好了 假设我今天来看Rtransport 如果我把它写下来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我再抄一次 这个是cosθ sinθ minus sinθ cosθ 矩阵是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假设今天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非常快乐的突然 矩阵竟然是2乘2对不对 我说啊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向量 我把它叫V1 好吧 那这个也是个什么 这也是个向量 我把它叫V2 所以一个矩阵 也可以被看成是什么 也被看成是一堆向量写在一起 那既然这个向量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把它做transport之后呢 你可以用你眼睛trace一下 这个就是V1 这个 就是V2 然后你就突然完全的 当你看到向量之后 当然你的第一个冲动是什么 就是做内机嘛 不是吗 你的第二个冲动 应该是做外机这样 所以你看到一堆向量之后 你就可以做什么 做一堆内机这样 然后你就突然才长大的 realize 就是说为什么矩阵的乘法 要被定义成这样 事实上呢 一个方阵里面 它包含了什么 它包含了很多的向量这样 这些向量呢 事实上彼此之间是可以做内机的 内机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刚好你新的矩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列第一行 是什么 第一列第一行 事实上是这一个乘上这一个 而且它乘的方法是component相乘 然后再加起来 它其实刚好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V1 去DOT V1 OK 然后你再看一下 第一列第二行相乘的时候 它刚好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V1 去DOT V2 然后这的话应该就很简单 它就是V2 DOT V1 V2 DOT V2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现金代义书 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 其实基本上都是等价的 所以就是两个rotation metric 相乘的时候 可以被想象成 其实它内含了 一组基底这样 这组基底就是cosθ sθ是第一个向量 这组基底的第二个向量 就是-θθcosθ 是第二个向量 那当然自己 我刚才已经算过了 这个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发现这个基底很可爱 这个基底它有个特性 就是 它事实上是什么 单位向量 对不起 从diagonal part 你可以看得出来 V1 V2 事实上是单位向量 从off-diagonal part 你可以看得出来 V1 DOT V2 当然等于V2 DOT V1 等于0 So that's where the names come from They are orthogonal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性 就一个矩阵本身 你说它是垂直 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一个矩阵 一个orthogonal matrix 如果你把它的每一个column 每一行 就抓出来当成是一个向量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向量之间呢 彼此是垂直的 而它的长度呢 刚好就是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把整个基底的information 全部写在一个矩阵里面 OK 那是因为你们现在还小 所以你们可能学过的 这种垂直的coordinate 其实并不多 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连接说 为什么这个跟orthogonal matrix有关 不过它们背后事实上 是有这个漂亮的关联性 那记得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最trivial的orthogonal matrix 就是identity matrix 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这个矩阵是这么 这么这么的基本了 因为它事实上就是我们 一而再再三在讲的什么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所以当你今天取了一个 cartesian coordinate的时候 它对应到一个orthogonal matrix 这个orthogonal matrix就是什么 就是10然后01 所以也就是我们的identity matrix 那你从矩阵 你当然知道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矩阵 所以它对应到的座标系 也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座标系 OK Any questions 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认真的讨论 你可以有哪一些orthogonal matrices 所以我们会先把我们的讨论局限在二维 然后呢 等大家有一点概念之后 我们再generalize到三维去 好 所以我们知道orthogonal matrix基本上就是mmtransport的mtransportm等于1 所以我们用到矩阵的product theorem which tells you determinantmmtransport 事实上就等于determinant1 对不起 这个determinant事实上可以化解开来 所以它可以被写成是determinantm determinantmtransport 然后determinant1事实上就是1 可是determinantmtransport就等于determinant 所以你最后得到的solution就是 determinantm的平方就等于1 所以determinantm等于正负1 OK 如果determinantm等于1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rotation 如果determinantm等于负1的话 它有不同的名字这样 你可以把它in general叫做improper rotation 那improper rotation 在不同的维度有不一样的意义存在 就是它有点像rotation 可是它不完全是rotation That's what is called improper rotation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orthogonal matrix 没有直接叫成rotation matrix 因为rotation matrix只是orthogonal matrix的一半而已 还有另外一半是怪怪的 and in 2D 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个2乘2的矩阵 in 2D determinantm等于1的 as I said is rotation determinantm等于负1的 it turns out它很简单 它就是reflection about some line 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 就是在二维的时候 improper rotation turns out to be extremely simple 它就是reflection 所以仔细想一想的话 就是二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吻合 我们自己的想法 OK 也就是 你什么情形底下 向量的长度不会改变 一个是做旋转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做镜射 你如果今天把一个向量 沿着某一个轴这样折过去的话 它的长度当然不会改变 所以reflection跟rotation 刚好它们彼此对应到 一个determinant是1 一个determinant是负1 那你们课本其实有一些例子 所以我就比较general的先把整个东西写出来 然后希望就是说你们学会这个比较general的东西 也许你再回去看你们课本东西就应该会突然觉得 那个好像很简单很简单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其实就是实际上你怎么把rotation matrix 跟parity operator construct出所有的可能性出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醒来的话 你现在就应该要赶快醒来了 否则你回家可能会完全看不懂 课本在干嘛 当然就算你现在醒来也不保证你看得懂课本在干嘛 就对了 所以Rθ呢 对不起 是我们学过的proper rotation Py的话是一个新的operator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Py会做什么事 Py事实上就是parity operator 然后事实上是y的parity operator y的parity operator事实上是对着x轴做镜色 所以不要搞混了 那只是名字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今天把Py作用在xy上面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 它几乎是identity matrix对不对 所以你乘完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x-y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把它画出来 这一个是你原先的r 经过Py的mapping之后呢 x不变 y跑到这里来了 所以这是r'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Py基本上是对着x轴做镜色这样 那对着x轴做镜色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刚好在二维的时候 它刚好是 刚好是 就以后在量力里面你们会学到 它叫parity operator 就是y的parity 那parity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把y变成-y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怎么变 所以 let's just name basically 所以你主要是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reflection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Py其实是 reflection about x-axis 那你可能会很聪明地去想 就是说 我有个旋转对不对 然后呢 我有什么 我有一个是对着x轴的reflection 如果今天很好奇地 对着某一个轴的reflection 你猜大概可以从rθ跟py直接组合起来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我如果转到某个地方再做reflection 或者是我先reflection再转到某个地方 它应该其实就是对着 一个转掉的轴的reflection 那样的猜想是对的 可是重点是 how can you really construct them 因为事实上这是两个矩阵 那我们知道 两个矩阵相成的时候 事实上答案怎样 不一定相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construct两个matrices C跟D的话 它们分别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there are two ways that you can combine these two operators together right the first one what I call c I forgot the order is rθ的py ok 那它其实上是cos sin fin sine $sine cos 成相 1-1 0 0 所以如果你把它成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是cos θ 然后第一列第二行它是sin θ 然后这个成相之后是sin 最后这个是负cosin theta Or you can construct another operator D That's in opposite order Py times r theta That will equal to 1 minus 1 0 0 Cosin minus sin sin cosin 所以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 这第一列第一行的话是得到cosin theta 第一列第二行的话是负sin theta 这是负的sin theta 这是负的cosin theta 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事实上是C不等于D 或者是翻译成我们之前写的话的话 就是r theta跟py怎样 doesn't commute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们有看过 Alice Moore先进的姐妹作 就是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es 你就知道 你先转90度再跳进去 跟先跳进去再转90度 是不一样的效应的 OK 所以这告诉你说rotation跟做一个进射 这两个operation事实上并不是commute 你先做进射再做旋转 跟先旋转再做进射 其实出来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As you can see here C跟D不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想要问的就是说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R是不是一个orthogonometrics 是吗 对不对 PY是不是一个orthogonometrics 是不是 是吗 是吗 你们不回答我们就 我们就不要下去好了 PY是orthogonometrics吗 对 那R乘上PY或PY乘上R 是orthogonometrics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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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 为什么 对 对 是下来之后是吗 算出来就不是 算出来就不是 如果是的话你请我吃中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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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的话 所以呢 我先给你们讲答案 然后我算给你们看 orthogonometrics有个非常好的特性 就是他们的家族非常的团结 这样 orthogonometrics乘上orthogonometrics is guaranteed to be a orthogonometrics OK 为什么呢 所以这里有个小小的limmer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事实上我故意取了两个orthogonometrics 一个是r 一个是p 然后这两个orthogonometrics事实上是什么 虽然他们都属于orthogonometrics 这个大的家族 可是他们事实上分属orthogonometrics 里面正常的家族 跟不正常的家族 这样 所以大家会看得到 家族里面的事情 就是家族里面的事情 所以orthogonometrics 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他们自行通婚之后呢 还是orthogonometrics and how can you prove that it's very simple 假设你今天有两个orthogonometrics 相乘O1 O2 你现在想要问的是 O乘上O transport 是不是还是orthogonometrics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证明的方法就是 O transport乘上O 那它就等于O1 O2的transport 再乘上O1 O2 那矩阵的transport 事实上是会倒过来的 所以它会变成O2 transport O1 transport O1 O2 所以这两个相乘事实上是1 所以乘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是O2 transport O2 可是这两个相乘还是1 所以最后还是1 所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orthogonometrics 乘上另外一个orthogonometrics 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orthogonometrics 那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去看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 如果把它做transport 就是行列倒过来写 所以它就是cs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是第一行写成第一列 第二行写成第二列 是sin-c 然后你再乘上cs-c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相乘的话 第一个是c平方加上s平方 对不对 这个相乘的话是cs-sc 这个的话是sc-cs 然后最后一个下来的话 第二列第二行 是s平方加上-c的平方 所以这个算完之后 事实上就是identity matrix 所以并没有框你这样 就是两个orthogonometrics 相乘之后呢 还是orthogonometrics 好 可是orthogonometrics有两个 有两个家族啊 一个家族是determinantm等于1的 另外一个家族是determinant等于什么 等于-1的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它其实就跟负号是一样的 一个好的rotation被一个不好的rotation 相乘之后就会怎样被带坏了 可是你只要被带坏两次 你就回来了这样 所以你在这边 其实大概可以猜想得到 c跟d对应到是rotation吗 我刚才其实state without proof 我跟大家讲说 在2乘2的orthogonometrics里面 藉由determinant是1跟-1 分成两个家族这样 determinant是1的是rotation determinant是-1的是什么 是reflection 是镜色 对不对 所以r是一个rotation matrix py是什么 py是个reflection 你自己可以看得到 它determinant是1乘上-1 就是-1 对不对 所以一个rotation乘上一个reflection 或者是一个reflection乘上rotation之后 是一个rotation matrix 还是一个reflection matrix Yep 所以事实上呢 你直接从非常简单的 determinant combination 有没有 determinant c 事实上就等于determinant r 乘上determinant py 你可以直接知道 它事实上是等于-1的 so same thing for d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两个 其实我根本还不需要去探究 它所有的特性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reflection matrix 你只是不知道它是 什么样的reflection matrix而已 所以你现在要记得 orthogonal matrix 事实上在数学上 对matrix而言是非常非常强的constraint 你只要知道说 你就是一旦宣誓效忠 进入orthogonal matrix 这个family 你就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特性 OK 所以你看 就是说我刚才只是从这里出发 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就知道我的c跟d算出来 事实上就是什么 它一定是orthogonal matrix 而且它是orthogonal matrix里面的reflection matrix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 那它是哪一类的reflection matrix that's something fun 所以我还是先从简单的 几何上的直觉认识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operator 它到底对应到的是什么 那你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现在我在二维 如果要你做任何事 你其实就应该有办法可以做得出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c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测试一个operator 它是做什么事的话 其实事实上是很简单 外面有两个小兵 它是非常的standard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operator 作用在那个小兵上面 看那个小兵做什么事 然后如果那件事情是够简单的话 你也许就可以立刻怎样 猜得出来它长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小兵 第一号小兵呢 是x轴的univector这样 所以假设我把c写下来 它是sin θ-cos OK 这是10 你把它追用完之后 它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列第一行 你就把它抄下来 它变成cos θ sin θ 所以如果把它画出来的话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是xy plane 原先是10 10就是这一个 后来怎样 后来被映射到cos θ sin θ 所以你可能会突然看出来说 诶 这不就看起来就像是旋转 旋转什么 旋转θ角吗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小兵测出来的结果 它可能会跟你报告错误的讯息说 这个矩阵 看起来好像就是旋转θ角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兵 它 有没有说谎这样 so it's very simple 你就派另外一个小兵去 测试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 你就把另外一个小兵丢进这个机器里面去之后 这个小兵是另外一个standard的小兵 所以你就发现它做什么事 第一列第一行的话 它就是sin θ 第二列第一行 对不起 是-cos θ 所以你发现这个小兵做 所以这个是I这个小兵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派J去这样 J一开始是在这里 就做完之后它跑去哪了 它的x component变成什么 变成sin θ 它的y component变成什么 变成-cos θ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说 你看原先你如果这个是θ角好了 sin θ是 比如说我把θ画小一点好了 是比较小的 它现在变成sin θ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它的x軸 这个是它的y軸 然后你最后把它弄出来之后呢 跑到这里来了 是这个小兵喝醉了吗 这个很显然的 如果只是这个小兵的话 你可能会说 然后θ角是这个角 你可能说你们两个在搞什么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 它回来禀报的时候 这个看起来像是转什么 转θ角 这个看起来像是转什么 转π-到θ角 那rotation 那rotation只会有一个action 不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这个矩阵 它不是rotation as we expected 它不是rotation 那其实因为我们 从orthogonometry 已经知道它是reflection 所以如果从reflection去想的话 什么样的东西 它这样弄过去会长这样呢? 如果你几何稍稍好一点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如果你沿着θ over 2 的这条线的话 这个做镜射之后 是不是会得到这个现象 如果你沿着θ over 2 的这条线的话 你最后映射出来就会长这样 可以理解吗? 标一下好了 这是θ over 2 这样 所以这个角度是什么? 是2分之π-1θ 做镜射的意思就是 这个角度跟什么? 这个角度要一样嘛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π-2-θ over 2 所以这一整个黄色跟红色的夹角 就变成什么? π-θ 所以意思就是说 剩下这个角度就是θ 所以事实上呢 你从这个几何 然后派这两个小兵去 测试一下之后 你就知道C这一个矩阵 它其实是做什么事情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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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个是你得到的 就是从几何上得到的结果 那如果你发现说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这个很像作弊 万一我就是几何没这么好 然后或者是没有这么聪明 可以立刻就这样联想到这件事情 那不是很恐怖吗? 好 所以我们来讲一个怠速的解法 这个怠速的解法呢 就会再一次的introduce进来一个 矩阵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 eigenvectors 跟 eigenvalues OK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 虽然我们现在其实在下一节课 其实才会 反正就是还很久就对了 才会讲到 eigenvectors 跟 eigenvalues 可是我还是再跟大家讲一下 假设这个C in general 作用在R上面 应该会变成什么? 变成R'對不對? 所以这个R可以带 比如说E0进去 R'就变成cosθ sinθ 或R可以带01进去 所以R'就变成sinθ -cosθ 可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形底下 你发现C作用在某一些特殊的R上面 它会给你R 只是放大λ倍 那一些特殊的R叫做 C的 eigenvectors 这一个特殊的放大的值 叫做Aigenvalue OK? 所以还是稍稍再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自动贩卖机 你如果比如说投10块进去 有没有 然后它会怎样? 你就按一个键 比如说出来一个红茶 所以它对应到的就是说 这是10块 然后自动贩卖机作用上去 只有得到红茶 所以它并不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楼的自动贩卖机 它的Aigenvector是什么? 它的Aigenvector就是全世界各国的韦币都可以 比如说你把一个加拿大的韦币丢进去 史上加拿大针的币丢进去 我丢过这样 它会怎样? 你把加拿大的币 不要丢那个quarter进去 你把它丢进去之后 它在里面一阵子之后 它就不理你了 它就掉出来了这样 所以呢 加拿大币这样 对你那台台台湾做的 统一做的机器而言 就是什么? 就是Aigenvector 那它的Aigenvalue是多少? 当然是1 如果是2的话 你就去那里赚钱就好了 你就投一个加拿大币 然后出来 就变成两倍的加拿大币 你就一直投一直投 你就不用在这边听我讲课了 OK?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并不是很难 OK? 所以你去想想看 自动贩卖机 如果投正常的东西 其实进去跟出来是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进去跟出来是一样 然后只是放大几倍的时候 那一些特殊的向量叫做Aigenvector 那些特殊的值叫Aigenvalues OK? 那我们下一堂课 就会继续从这里出发 跟大家讲一下 你从这个概念怎么样 可以把这一个结论 用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 也就是用代数的方法把它求出来 好,谢谢大家 是啊 是啊 官司考虑 ?」 他信物 oooo 歌